每年一空15年 臺灣就不緊接超過零下輝 老人要進口減中進口索兩下 可以說是每100人 就1多人是25歲以上老大人 醫療跟長者訴求協定的增加緊緊 總統率請到七十九中法治臨參風 老人用合中心目時選擇 每年會變烈917億 飛動長者3.0 就是健康臺灣的目標 如果穿著標時等到3.0有四大重點 包含健康服務起點和內容 讓家庭照顧者有更好的穿鎖效果的服務 高齡人口減 都要訴求也增加 最加強公用大俗型機構 另外他會將醫療跟社會結合 稍微不用多年 讓醫生到處到社區 那就是到機構為老大人看白 他在標示盡動 不過希望政府提款健康總額 這會因為核佈良靈增加 讓健康點燈來降機 我請到強調 健康臺灣目標範圍包含各種性別 不一樣的區域 不一樣的一邊的頂 而且今年起到一空一半年 會露燒變烈480億的經費 作為靠代下庫省 新重核部主管 讓民眾立場更好的照顧 各種既成和系統總合佈得 嗯